学生悟透 党的二十大精神 百万盏花灯 一部手机即可调控 科技感吃素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是温暖消费万党升级 本地就能享受到 知名专家的在线服务 这个点是最实惠的 学以致用促进高质量发展 强化硬投用 优化远环境 这批项目对培育新动能 优化产业结构 都有重大牵引作用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 就未来五年 乃至更长时期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做出了全面部署 这段时间以来 各地干部群众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全面系统深入 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 从扩大内需 到加快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 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到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各地各部门 正不断用实际行动 推动相关部署 落地建效 今年春节期间 开封清明上和园 举办的大宋上园灯会亮灯 宋词千里江山图融入灯展 百万盏花灯一步一景 一场场演出各具特色 仿佛把一千年前的繁华盛景 又带到了人们眼前 感觉整个园区里面 全部都是宋代的还原 就感觉很新奇 然后也很有特色 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色彩白蓝各方面很丰富 又有一种传统 那种灯会的热闹感 又有一种新科技的 这一种新鲜感 春节假期 消费市场加速回暖 为了吸引更多游客 今年青明上和园景区 不断在创新消费产品上下辜负 访送大餐 古装打卡等 增加油客沉浸式体验的新鲜感 各种高科技手段的加持 也让灯会更有看点 今年科技运用 让百万盏花灯 实现了以前没有的智能控制 一部手机即可调控 灯盏布控面积达到40万平方米 向往身后这个水上中华巨龙灯 也是电脑精准控制 它用一万多片镭射灯片 再通过光影搓拽机的设置 看起来就像灯水引动 流光溢彩 科技感十足 春节消费火热 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 围绕扩大内需提振消费 做出了重要部署 大会闭幕以来 学好党的二十大精神 并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热潮 在开封一直热度不减 二十大党代表下基层 做宣讲 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等 纷纷联系工作学 结合自身学 并不断将二十大精神 转化为实践创新的成果 通过深入学习 党的二十大精神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 扩大内需是经济发展的 战略方针 特别是消费 在促进新时代 高时代发展当中 举足精准 我们要推动历史文化资源 向文化旅游产品转变 必须有一个全行业 全域 全链条的推动 它不光是景区 比如我们要大力发展 研学旅行 文博旅游 考古旅游 夜间旅游 智慧旅游等等 使文旅消费换挡升级 今年春节假期 开封市接待游客量 创历史同期新高 旅游收入于2022年同期相比 增长了八倍 在河南各大景区 比优化 比提升 比创意的新项目纷纷上线 文旅市场全面复苏 消费的快速增长得益于政府的助力 1月3日河南发布大力提振市场信心 促进经济稳定向好政策措施 其中就包括全面释放消费潜力 稳定大宗商品消费 在消费过程中 我们包括加大 对汽车 家电 这些消费的补贴的力度 开展了整个文旅消费的优惠的活动 而且还打造了很多新的消费的场景 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 真正的让老百姓 想消费 能消费 愿消费 提振消费的同时 投资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春节假期刚过 河南聚焦先进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 一批重大项目加快推进 多个百亿级项目落地投产 郑州元宇宙产业园项目 已经先期入住相关企业30家 整个的园区的先阶段 处于这个大干快上了阶段 园区预计投产之后 整个下来能带动 6000人的就业 产值将近20亿 我们在春节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 就在河南的南洋 举办了第七期的 三个一批的活动 投资50亿元以上的 就有80个 100亿元以上的 就有28个 这批项目能对 培育新动能 优化产业结构 和优化区域布局 都有重大的牵引作用 今天我推报分享 分两块内容 不仅在河南 党的20大以来 各地干部群众 一直以各种形式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20大精神 在江苏P州 司政课成为推进党的 20大精神进教员的 重要渠道 通过案例和互动式 教学等方式 老师们深入浅出地 将党的20大精神 融入课堂 在广西南丹县的 异地搬迁安置点 脱贫群众 在良亭议事会上 交流学习心得 商讨如何提升技能 让就业更有保障 日子更加红火 在内蒙古 草原上的 红色文艺青旗兵 乌兰木旗队员们 通过宣讲家文艺的方式 把党的20大精神 传递到田间地头 百姓身边 作为创新前沿 深圳全面系统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20大精神 特别是有关科技 自立自强的相关部署 确保科技创新 见到时效 深圳这家公司 正在研发的产品 需要到实验室 进行核磁兼容验证 因为深圳开放了 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 这一天 研发人员预约了 中国科学院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实验室 这种设备共享的方式 不仅提升了企业的科研效率 也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负担 就是通过预约平台 它价格也是公式的 就是2000块钱一个基石 那么我们往往来是 两到三个小时 就是4000到6000块钱 那么实际上 如果我们自建这种 实验室设备的话 那么几千万投入 这个成本是远远高于这个的 去年12月 深圳市促进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和大型科研仪器 开放共享管理办法颁布 明确了重大科技设施 和大型科研仪器的 适用范围 开放与共享等内容 如今这种共享模式 已经成为深圳企业 进行科研实验 加速技术公关的共识 进一步提高了 深圳市科技资源的使用效率 未来的话 会开放更多的仪器设备 能够应用于我们整个的 深圳市的基础研究 和整个的产业的应用发展 能够是让我们整个仪器 和学科的发展 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截至目前 深圳累计建设 各类创新载体超过2700家 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2.1万家 2023年 深圳市科技研发资金 计划投入超过25亿元 用于支持未来产业发展 同时 深圳还在系统布局 整体推进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 一个是强化硬投入 第二是优化远环境 在国家的科技布局下 那么探索 央地协同 正常学研 深度融合协同的方式 成为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实施放区 可持续高质量的 科技创新能力支撑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 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 党的二十大报告 就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做出重大部署 各地也在积极行动 去年以来 山西通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 更加注重补基层医疗的短板 今年春节前后 大量人员返乡进城 给疫情防控带来一定压力 最近这些天 山西寿阳县宗爱镇中心卫生院的 医护人员 就一直忙着走村入户 宗爱镇的返乡人员中 大多数是进城务工人员 正月初七到十五左右是返城高峰 针对这样的情况 当地卫生院一方面走村入户 发放宣传资料 提高返乡人员的自我防护意识 同时抽调医护人员组成小分队 上门为大家做健康检测 就是明天我就要走了 就是我们这边医护人员挺负责的 就是还加护载医帮我们做个抗原 测一下体温 还科普一下那个防疫的知识 我们那天就能安安心地去上班了 为了让大家踏踏实实过个好年 今年春节期间 山西省还从全省五十一所医院 抽调一千多名医务人员 深入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 和养老院等重点机构 开展巡回医疗服务 按照每个县一支医疗队 每支医疗队不少于十人的标准 组建了一百一十七支县级注点帮扶医疗队 累计对一千零五十一个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千二百七十九个村卫生室 二百一十八个养老机构 开展巡回医疗 最大程度保护了农村居民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不仅仅是疫情防控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等要求 山西省正在探索打造 现役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的升级版 在原有基础上 进一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提升基层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等等 做了一几天了 三天了 肚子疼不疼了现在 现在好多了 好多了 最近患子宫内膜增生的好爱巧 刚刚在家门口的乡镇卫生院 做了手术恢复良好 而原本她是打算去县里的医院治疗的 给好爱巧做手术的 正是下沉到平头镇乡镇卫生院做诊的 受阳县的妇科专家 原先她没有这个妇科呀 这些科室的大夫 后来我们来了以后就 好多病人就不用去县医院 省医院其他地方去就医了 我们就可以解决了这些 小一点的手术呀这些 就可以在平头医院就去做了 如今从省里到县里 专家下沉基层 做诊手术指导培训 已成为常态 同时这里的乡镇卫生院 还与华西医院 北京301医院 合作建立其远程会诊中心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国家省市县级专家的医疗救治服务 让当地老百姓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便利和实惠 如果去省外就医的话 不仅交通住宿需要花钱 挂这个专家号也比较困难 有可能因为时间延误影响病情 有了这个远程医疗服务 我们可以在线本地 就能享受到知名专家的在线服务 这一点是最实惠的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从乡村振兴到开展实地保护 从推行退休一次办改革 为群众办实事 到改善营商环境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目前各地各部门 正不断用实际行动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 落地落实 党的二十大描绘了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要把这张蓝图更好地变为现实 就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学深雾透 要让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生根 形成生动实践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 我们相信 全国上下齐心协力 我们一定能够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开好局 起好步 感谢收看焦点访谈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